这次亚运会伊朗和韩国是主力阵容出展,那我们的目标就是奔着奖牌,希望中国南台在这些亚运会中能有所突破,力争把自己的最好竞技状态,包括技战术体现出来。 在抵达奖家达的时候,中国南台主教练沈琼如是说道,然而,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亚运会小组在第一场,面对越南南台的比赛,中国南台竟然输了,要知道,在这之前中国南台跟越南的交手中从没有输过球。 没错,这是一支中国南台二队,目前中国南台一队正在主教练老二的带领下跟日本南台打热圈赛,被战士锦赛,沈琼则带领这支中国南台二队,参加了亚运会。 这支南台二队新老结合,老将有张晨,热席等人,年轻球员有王静一,彭世昆本人,即便是二队打越南南台,也是问题不大。 上一次两队交手,中国南台在2012年,为亚洲杯凌封额对手,而且,目前这支越南南台还处于新老交地的过程中。 然而,比赛一上来,中国南台连输了两局,确实,这场比赛还有另一个客观原因,那就是比赛的球场。 这次中国南台的首场亚运会比赛被安排在了副馆进行,这座场馆条件相当差,都达不到直播的条件。 不过,连输两局,还是让人有些意外,此后,中国南台才苏醒过来,连输两局,并且在决胜局提前拿到了赛点。 然而,越南南台连续挽救赛点,并且最终拿到了最后两分,笑到了最后,沈琼,这名连赛本土这家南台教练,别语为南板郎平,是中国台球最有希望的少帅。 结果,他对历史首度输给了越南,对37岁的沈琼来说,这一战也该让他认真起来,不敢再轻敌了,要知道,中国女排全主力打越南女排,郎导都不敢松懈,而是全力以赴。 看来,沈琼也该好好学习郎导,现在台阶班真的为时过早。